民国初年 儿童所读的书 小朋友所写的文章 我以前手头上有 有十一二本的样子 民国初年 小学生的模范作文 全是文英文 现在大学文学院的学生 不但写不出来 可能有很多都看不懂 当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 需要小朋友多大年岁 十二岁以下 我不相信我们这一代人 聪明智慧不如前人 我们觉得现在小朋友 比从前人聪明很多 为什么在这一方面不如前人 没学习 俗合了 没学习 学习肯定超过贵 学习不是难思 从小背书 背书的好处太多了 背书第一个目标 是让小朋友保持清静心 为什么小朋友也会胡思乱想 怎么叫他不胡思乱想呢 叫他背书 这个方法最好 他每天背书 他就不胡思乱想了 这能够帮助他 这是一种方法 背书是个方法 等于修订 背书好像是戒律方法了 目的是让他得到清净心 清净心 把自信里面的德性 开发出来了